法国的美好年代在台湾 所以我们谈到了法国的山川 我们也谈到了法国的人口 还有就是法国人所讲的语文 我们不只谈到了法国的本土 我们也谈到了法国在全世界 它所拥有的领土 跟它的殖民地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了对法国的基本认识之后 大家会想说 好好听由陆仲彦来制作的这个主题 法国的美好年代在台湾 为什么会在台湾呢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要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我们来谈谈 Acriature 就是农业 这个农业呢 就是所有的农产品 法国的农产品 都是从这块土地 也就是这个六角形的hexagon的法国 所生长出来的 这些农产品 不论是植物 动物 或者是海洋里面的生物呢 它们都会变成农产品 都要农产品之后呢 就会销到全世界 那我们在台湾就能够享用 法国的土地是非常非常的肥沃的 然后再加上呢 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农业生产 因此就有研发很多先进的技术 同时政府也非常的重视 因此也会给农民很多的补助 那在畜牧业呢 跟农业就是这两大宗 畜牧业在法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就快速的发展 那它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呢 畜牧业的跟种植业 它们的成长率 大概是55%到45%左右 畜牧业有养什么呢 养牛 养猪 养羊 还有家禽类 所以大家认识了 整个六角形的法国之后呢 你们就知道说 认识了这个地理位置 大概就可以知道 在中央高原 就是法国心脏的部分 它们大部分是养牛 在布利塔尼亚 也就是普大尼亚 靠近印吉利海峡那边呢 它们主要是养猪 还有在西北部养很多的羊 那家禽类是整个法国豆子 普遍都在饲养 那农业的部分呢 就有小麦呀 大麦 玉米 葡萄 乳酪 糖 水果 和蔬菜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法国它们是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所以呢 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差不多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 那因此我们常常如果去 比方我们在台北 我们去加勒福 或者是一些有卖法国产品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说它上面 它的标签上面都会有那个 Appellation d'origine de produit 也就是它们会做很严谨的品管 这个品管制度在法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们的简称叫做AOC 所以呢 从历史的眼镜来看 所有的跟法国 不管是畜牧业或农业有关的 你饲养这些动物啊 或者是怎么去耕种啊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 那我们现在都越来越重视养生 也越来越重视有机 所以法国也是差不多在20世纪末期 也开始发展有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农业 那到了1985年的时候呢 有关有机农业的这个签条 也就是所有的产品上面的签条 就一定要标注 基本上你谈法国也好 谈意大利西班牙等等 一定就是欧盟 所以呢 我现在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法国是属于欧盟的成员国 所以呢 当它是成员国之后 它跟其他欧洲的国家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 比方说它有些产品 它特别特别的热销 所以呢 这边给大家来谈一个数据 在整个欧盟来讲 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七的 刚刚讲的 不管是畜牧的或者是农业的 都是法国的产品 那最重要的是哪些呢 比方是牛肉 鸡蛋 麦 糖 等等等 那在全世界呢 全世界法国的产品都会外销到世界各国 我大概谈一谈前三名的 法国的马铃薯是外销在全世界排第一名的 还有法国的酒奶制品是排第二名的 那排第三名的呢 就是就是像水果啊 还有蔬菜啊 那我们都说法国人还吃面包 尤其是法国的那个 那个长棍面包 非常非常好吃 法国面包 它是在全球 是排名第五名 还有我们都知道说 法国有很很珍贵的黑松露 它是排名第八 还有在那个法国有很多的苹果 一些苹果尤其是在布里塔尼亚 跟在诺曼蒂那边的苹果呢 他们是可以用来做那个苹果酒 他们是排行第九 所以这就大概简单的跟大家分类了一下 就是法国的农产品 跟它的畜牧业的产品 在整个欧盟跟整个欧洲的这样子一个数据的比例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地图的人 尤其喜欢法国地图 还有一种法国地图是我特别爱的 就是那个法国地图上面会 在它的六角形的这个地图上面 会有各式各样的产品 曾经在新竹空军基地 教授那个幻象的飞行军官们发语 所以我大概一个月去一次 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个军官选生 中午休息的时候 他就把我带到一个新竹的那个法国料理的餐厅 然后那个开这家餐厅的那个厨子呢 他其实就是曾经去法国的cordon beer 就是蓝带 所以他的墙上就挂了一个证书 然后还挂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六角形的法国地图 上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产品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了那么多的这个在法国所生产的 不管是畜牧或或者是农业的产品 那你们听过了我讲地理 现在我就想考考大家 或者是说也不能说考啦 就是说我们来谈一谈 或者是你们来做一个拼图 比方说我们从南部开始 南部 你们觉得法国的南部 因为你们也听过我讲气候嘛 对不对 你们会想法国南部重要的 在地中海沿岸 蔚来海岸那边 就是之前讲的 Provence Alpes Cord d'Azur 这个大区 他们那个气候啊 地理啊 会生产什么 好 听两秒钟 想好了 换我来说 就是 橄榄 香料 番茄 那再往左边呢 地中海左边 那个Languedoc 靠近西班牙边界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产很多的那个 大蒜 所以这样子 有没有一个美好的 味觉的感觉出来了呢 就是又有橄榄 又有香料 橄榄 发文叫Olive 然后香料叫Ebissa 然后还有大蒜 再加上Domate 番茄 就可以煮一锅 很好吃的汤啊 或者是准备一个沙拉呀 然后还有再往那个 大西洋的部分 我们现在讲 西班牙边界跟大西洋的 那个地方 还有辣椒呢 我们讲 像四川人很爱吃辣的 其实法国 它有一个地方特别产的 辣椒 大家都很喜欢红酒 红酒当然就是 有那个黑战 黑战就是 R A I S R N 就黑战就是 葡萄 我们现在还是沿着大西洋哦 我们讲波尔多 波尔多产葡萄 还有呢 再往上就是 Cognac Cognac 它其实是地名 它也是产葡萄 所以它可以酿 白兰地 那再往中间的地方 我们往右上方 就到了 Burgogne Burgogne就是 我们之前谈到 法国有一条河 那个河就是 Sanne 跟Honne 交流的地方 就是里洋嘛 那那条河 一直往下流 就流到了地中海 在Burgogne 在Burgogne 就是Honne的出海口 就这样子流到地中海 所以在那个 Honne那个河的地方 也就是里洋的附近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酒庄 那个地方就叫做 Burgogne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Burgogne 英文我们称之为Burgogne 一个法文叫做Burgogne B-O-U-R G-O-R-E-A-N-E 那边也有葡萄 还有在Alzace 靠近德国边界 也会有产葡萄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 也会产葡萄 就在哪里呢 Champagne 在香槟 在我们说的香槟区 那我们现在再来到 那个冰淇淋海峡 那个诺孟蒂半岛那边 诺孟蒂那边就有 产很多的苹果 那个苹果树长得 矮矮小小的 然后非常非常的甜 密度很高 所以它可以用来做 那个seat 就是苹果酒 我记得有一年 天很冷 然后我就从巴黎 我报名了一家旅行社 就驱车 天成那几点 那五点出门 然后就一路开 往那个诺孟蒂开 我要去哪里呢 我要想去看 Saint-Michel修道院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已经进中午了 所以旅行社就安排了 我们去那个Saint-Michel 修道院的老城里面 一家餐厅 吃的时候就 哇一杯一杯seat 就放在我面前 那因为在这个车程的路程中 清晨天还没亮 然后一直到进中午的时候 到了诺孟蒂我就看到 哇好多好多的那个苹果树 所以当我吃中饭的时候 这一瓶seat和酒在我桌上 那是我第一次喝到 我就觉得超级的美味 所以后来我在台湾 去台湾也有一些小小的店 他们也会卖seat 然后同时也会卖cup 煎饼 这就是旅行中的一个美好的印象 先看到树 然后再看到果 最后又可以喝到seat 是不是很美好 那当然在这个六角形的 法国地图上面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 农产品 包括畜牧业的产品 我这边就主要先希望 从植物开始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农业 希望我今天由农业的开厂牌 可以open wide 打开大家的sensation 就是你的视觉 嗅觉 和味觉 这个是跟那个品尝食物有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